我们这儿都走了大半天了 这还有几个时辰 天都快黑了 要不然我们换一条路走 或者我把猫猫叫出来骑啊 别 你那猫猫太凶了 根本不会让我骑 再说了 这儿景色这么好 多适合走路啊 那还得走多久啊 也快了 渡过这条河 翻过那座山就到了 灵灯怎么在这么奇怪的地方 你只要到了自己问它吧 灯灯 怎么了 你千万别动 你别动 你别动 怎么了 我小心 别动 别动 怎么了 刚刚有只大猫虫 哪儿啊 弄掉了吗 要不你自己看看 弄 臭丫头 又调皮了 我看你是不累了 又调皮 你给我站住 我让你调皮 你给我过来 小川 等等我 马上就要到山顶了 明天下山的路就轻松多了 慢一点 别再摔着了 这里 是我最初清修的地方 走 百年间 就我一个人 那时的我 神识混沌 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更不知道 什么是孤独 什么是悲喜 看着日月的更迭 看着这些星辰 在一瞬间 悄无声息地隐落 那会儿我才发现 这世上再伟大的事物 都有一天昏迷好 那 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 感受到孤独的呢 平坏的时候 师父的画 似乎是对人间的窥探 我在这画里 看过不少人 从他们身上 也学会了嬉笑怒骂 那会儿我才发现 生命的意义